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泵泵 欢迎收看这是常识 很多女性朋友啊 一到夏天就会发现 自己的头发掉得很厉害 洗头或者梳头的时候吧 就能掉一大把头发 那么为什么到了夏天 就会脱发呢 今天泵泵就为大家介绍 几种预防脱发的小妙招 1.长梳头可防止脱发 经常梳头能起到滋养头皮 防止和治疗脱发的作用 头部有众多穴位 经常梳头梳子可以有效的 刺激到穴位 不仅可以消除过度用脑 引起了疲惫现象 而且还有醒脑 聪耳 云木的作用 2.改善饮食 多吃有助头发健康的食物 比如海带 大豆 黑芝麻 海鲜等 富含钙 铁铅等换物质的食物 3.要用生姜 防脱发 比如 在烧洗头水的时候啊 放进几片生姜 或者在热水瓶里 放几片生姜 让它泡着 洗头的时候 拿出来用 就可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 再或者将生姜和枸杞 放在少量水中熬煮一阵 然后把水抹在洗干净的头发上 再把头发盘起来 大约半小时后放下 自然晾干 大约半天后再洗净 持续一个月变坑 好了 感谢关注 这是常识 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